把陈道明当小弟 恐怕只有姜文敢这么干了 在拍摄《江国大夜》时 导演韩三平找到姜文 叫他能够出演毛人凤 可姜文觉得自己五大三粗的 驾驭不了毛人凤 更何况他身为国粹一级推广大使 不再去国粹实在忍不住 为了不破坏县里片的严肃性 他还是拒绝了 了解了姜文的顾虑 韩三平想了想 再一次联系上姜文 虽说县里片很严肃 但也没说不能讲国粹啊 而且只要你来 我把陈道明安排给你当小弟 听到这话 姜文立马搭议下来 为了能和陈道明表现 他空虚了解毛人凤的生平 眼见就三个镜头 姜文还如此重视 韩三平心想没有找到人 可姜文到了片场后 这个姜文马立马就被推翻了 因为姜文整天都带着个蛤蟆镜乱晃悠 实在看不下去的 韩三平问姜文怎么回事 姜文心想终于注意到这个了 他立马拿着一大资料 还在桌上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蛤蟆镜最为流行 而且王仁凤本身就爱慕虚荣 但这个再适合不过了 韩三平看人找的资料还挺全 就放开了对姜文的管束 这下姜文彻底放回自我 不仅在片场吊儿亮当 在海境里时 更是猫腰撅着屁股 有人询问 姜文就说 王仁凤是日本军校毕业的 这就是日本人的习惯 而且姜文认为 王仁凤虽然内敛 但身为军人 从前线退居后方 心中肯定会有怨气 于是他自己就把国粹给加了进去 还别说 这么一将 人物性格变得更加鲜明了 第一条短信 竟能请来百味大汤 你短信祝贺的同时 告诉他 我们有这么一个县礼片 你有没有时间 在建国大约开拍时 由于需要的演员太多 导演实在来不及邀请 于是直接发短信询问 导演员以为只能邀请来几位 可没想到 招来了五湖四海的大咖 不及如此 来出演的演员 都要求零片手出演 虽然片手是不要的 但是要求却有些曲奇葩 首先就是成龙大哥了 大哥不想演无名小徒 一开口就想演伟人 我要演毛主机 那你不像 那我毛主机不像 我就终于来吧 也不像 孙中山吧 也不像 眼看想演什么都不同意 大哥就让导演随便该安排角色了 除了大哥外 还有一个人也是冲着伟人去的 那就是葛耀大爷 但是导演怎么会让他如愿呢 他要演一个 我不同意 看来无论是多大的康位 来了剧组 就得听导演安排 接下来这个可就厉害了 说到短信后 隔天就到了剧组 虽然不挑角色 但是非得在导演手下 出出点钱来 原来是为了做慈善的 但是除了这些要求奇葩的演员之外 什么要求都没有 直接参加的也不在少数 出演蒋介石的张国立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贴合人物形象 已经50多岁的张国立开始减肥 每天只吃银滚饭 半个月就减一下十斤 当剧组人员再次见到他时 周感叹又诞成了一个蒋介石 周星驰怎么也想不到 被赋予盛民的喜剧之王标签 有一天居然也会成为雷赘 在则车见过大夜开拍时 作为爱国头号分子的周星驰找了导演 希望能在片中演一个角色 哪怕只有几秒的镜头也可以 谁能想到周星驰都如此卑微了 韩三篇还是拒绝了 当过其原因 韩三篇只是说 周星驰的无厘头太深入人心 哪怕就出现几秒钟 韩三篇都担心观众会笑出声 相比之下 同为喜剧演员的葛优 待遇就很不错 不仅成功参演 还换到了一个不错的正面角色 原本倒也给他安排的是 一个国民党的大坏蛋 但是临近开拍 导演发现敌方的镜头太过豪华 为了增强我军实力 葛又这才被安排成团长 相比其他人还在为眼神班烦恼 有三位去稳坐钓鱼台 他们就是刘静 王武德和唐国强 先不说刘静和王武德 光是唐国强 就在影视剧中试验伟人不下40次 原本韩三篇担心观众身为疲劳 想要换一个人试验 就在这时 他意外得知 唐国强今年正好56岁 于是导演立马找上唐国强 让他誓言伟人 那是什么让导演改变的想法呢 原来在建国那年 伟人也正好56岁 或许这是老天注定 要唐国强出言伟人